在我们的教会节期 今天是中树之节 也就是一群人在耶路撒冷那边高喊着 荷萨纳、荷萨纳、荷萨纳归纳大会的子孙 奉属迷来的银刚承受 这句话讲来 我们有没有觉得说 跟现在的某一个情节很相近 有没有 跟者很相近 大脚麻祖 他已经在落劲了 以前我在北斗教会的时候 那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为什么? 那边是大脚麻祖一定要必经之地 而且是那天晚上一定要你们在那边过夜 当他们在过夜的时候 当整个麻祖的神教过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拿着他们的福 我们看到如果有看到最近的话 在骑脚到这一套 或者这一套 后面背一个包包 然后后面插了很多棋子的那个福 他们就在那边拿着那个 是不是很像中树师 然后神教来的时候 他们就喊着马祖马祖 然后就背败在神教的下面 让那个神教过下去 他们是这样子来看待他们的宗教 不是 那我们呢? 当我们拿着张树师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喊着 嗯 四十字义 我们是用什么心态? 我们是用什么心态? 我们是跟这群人一样 有败有保密 有提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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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了? Então 护 Shoot 是不是这样子的观念? 那我们今天来教会 我们要是用怎样的观念?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今天预备好我们的心了吗?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前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祢的侄女 让我们成为祢的门徒 在祢的殿,我们可以敬拜祢 可以荣耀祢的名义 主,我们也恳求祢 施加祢的智慧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所行所为 所有的一切荣耀祢 也让我们这个时候再次的安静 我们的心 从祢的话语里面 让我们再一次的行思 我们应该要如何传扬主祢的话 祷告都是奉祀耶稣名求 阿们 今天的圣经节有两个地方 其实有两个地方 旧约跟新约 从旧约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摩基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百姓是用怎样的心? 他们很快乐 他们自己满心鼓舞 如果我们有去看 埃及王子这片卡通影片的时候 他们开始在那边唱歌 但是 唱歌可以唱多久? 没有多久 为什么? 今天经文就马上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开始在埋怨了 开始在埋怨 其实如果说我们整个出埃及记 看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发觉到一件事情 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 他们唯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埋怨上帝 他们不断的不愿的在埋怨上帝 今天的清洁也是一样 还是在埋怨上帝 为什么? 我们没有水喝 我们没有水喝了 他们开始在埋怨 他们埋怨什么? 摩奇啊 你干嘛要带领我们出埃及? 我在埃及当无利有什么不好? 我在那边怎样? 最难苦最难累 但是我有水喝 我有饭可以吃 我不用到旷野 旷野什么都没有 旷野只能怎样? 在那边堪等而已 我见到你有水喝了 我要怎么办? 没有水喝怎么办? 人可不可以一天没水? 可以 人可不可以两天没水? 有点勉强的 三天咧 人可不可以一天不吃饭? 可以吗? 两天咧? 两个礼拜咧? 四个礼拜咧? 四个礼拜如果不吃饭咧? 我从牧会开始 到现在 我跟我太太做牧师 我们两个人每年的大灾结期 就是四十天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进食 我们只喝流职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会友很贴心 就说怎样? 牧师你喝流职的 那我把饭、把鸡肉、把菜 加一点水,然后果汁鸡汤汤 你就可以喝了 我说我这个很难喝啊 人可以四十天怎样? 不吃饭? 可以 喝流职的 我喝牛奶 我喝豆浆 我喝女浆 我昨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众牧师要出门的时候 就先去那个我们家的磅秤一丈 然后他就露出一个很满意的微笑 是什么意思? 表示说他体重下来了 然后我就趁他走了以后 赶快上去一看 然后我就下来就跟他讲 那个磅秤坏掉了 为什么? 他的瘾降我的一点都没降 不过我今天早上去量的时候 开始 当然进食不是为了要减肥 我们要有这个观念 为什么我们要进食? 并不是说怎样 我们就是这样 与神怎样抗议什么? 很多人都怎样 就说你要为了什么目的 然后你要进食打包 你要迫切打包 我觉得那个是什么? 决食抗议 绝对不是一起食 与神怎样亲近 当你进食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我要与神一起的 动物这个饥饿 这个思念 它是一种挑战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不吃饭可以 但是不喝水不行 每一个人都想要有水 这个水最好是我水 我可以怎样不用喝 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 神那边来的河水 在新约故事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他也是在求水 他也是要水 而这个水 对他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重要 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他在中午的时候 他到了雅克的井边 在那边要取井 而当他取井的时候 耶稣跟他讲 请你打水给我喝 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这个故事其实我们都很捨 但是我们要去了解 为什么他是中午来打水 为什么 中午这么热 中午很热 而且是在那个沙漠地方 为什么他中午来打水 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是不是他有怎么样的苦衷 所以他来这里 怎样打水 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从17节18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当耶稣告诉他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 也来到这里 妇人怎么回答 我没有丈夫 有可能这个就是他的苦衷 因为一般的妇人 一般的妇女 她不会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 他们会成群结队的 怎样 孤魂患有的 从不是早上 就是晚上 会躲避中午最热的时候 来去打水 可是当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 这个妇人 他的回应是什么 这个妇人他可不可以不理耶稣 可以 他可以不理耶稣 因为如同他所说的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叫我一个撒马帝亚 等妇人要水喝呢 下面有一句话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请我们翻开圣经 请我们以后要记得 做礼拜之后 记得带圣经 不要在那边 等牧师来讲 翻开我们的圣经 他怎么说 因为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是怎样 不相往来 井水不泛河水 那这样子来看之后 为什么这两个人 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 为什么不相往来 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 是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 产生的问题 这两个撒马利亚人跟犹太人 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撒马利亚人他是雅克的后裔 约瑟的后裔 所以他有亚伯拉罕的血统 所以两边都是一样 都是读摩西五星 都是敬拜同样的上帝 只是在神学上面 他们有不一样的解释 当然分裂的方式有很多 但是有一种我们可以去探讨 就是当时候他们要盖圣殿的时候 这些撒马利亚人要过来盖圣殿 说你们要盖圣殿 我们来帮忙 因为圣殿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这些撒马利亚人要来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怎么说 不用了 谢谢你 谢谢你的好意 为什么 因为你的血统不纯洁 你已经跟外邦人结婚了 你跟外邦人通婚了 所以你的血已经不清洁了 盖圣殿需要正统的犹太人才可以盖 撒马利亚人的血统不正统 不清洁所以你不能来盖 就因为这样两边开始互相往来 所以我们回到的经文来看的时候 第九节它后面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会来到撒马利亚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对你来讲是一个不正洁不纯洁的地方 你身为犹太人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你自己的犹太人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这个是他的疑问 但是耶稣不只是向这个妇人要水而已 他怎么说 我还要赐给你活水 而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 这个妇人他感到很好奇 他想要了解 耶稣你到底是什么人 当耶稣跟他讲说 我要赐给你活水的时候 注意来看到圣经 原本的称呼是什么 原本这个撒马利亚的妇人称呼耶稣是什么 你 你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耶 他的改变是什么 先生 先生啊 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台语和字本 他的翻译是什么 主啊 他直接已经这样 称呼耶稣是主啊 称呼的改变 表示说这个妇人 他对耶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就好像他开了智慧一样 当妇人为耶稣说 难道你比亚克的还要大吗 这马利亚人靠的是 他们的祖先亚克所留下来这个井的水 他们可以存回到今天 但是今天耶稣说什么 我要赐给你活水 所以这个妇人就会觉得说 你也比亚克更大吗 他的想法停留在哪里 他的想法停留在这个肉体上的版主而已 如果说我有一个活水 我就怎样 不用大老远的 我跑来到这个地方来打水 如果我有这个活水 我就不用中午的时候 偷偷摸摸摸的 害怕人家在我的背后 指指点点的来到这个地方来打水 但是耶稣怎么说 耶稣告诉这个妇人 人若渴了 怎样 必会再渴 但是我今天给你的是永远不渴的水 这永远的水 生命的水 代表是什么 救治主的救恩 救恩 活水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 但是妇人他怎样 误解了耶稣 他不知道耶稣是谁 他只把他提振到说 怎么样 你能够给我活水 我可以肉体得到满足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活水 是要怎样 要有故纵的 人要面对自己的罪 你要得到这个活水 必须要先去面对自己的罪 大家为什么说到说 这个妇人要大拉越 跑来这个地方来打水 就是因为这样 他怕被人指指点点 所以耶稣怎么跟他讲 去叫你的丈夫来 妇人怎么说 我没有丈夫 这个可能就是要逃避 任何对他的私生活 更进一步的怎么 进一步的咨询跟问题 同时他也是要躲避 逃避 他内心里面的罪与伤害 但是耶稣直接怎样 指出他的罪 你有五个丈夫 你说没有 是没罪 当我们要注意到说 当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的时候 耶稣他知道他的罪吗 耶稣知道耶 耶稣他知道说 这个妇人的罪 所以才透过这个话 你直接来表明 你的丈夫请他过来 他直接知道 那这样子来思考的时候 耶稣认识我们吗 耶稣知道我们今天会来这里吗 耶稣都知道 那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耶稣知道我们 所有一见 我们知道耶稣吗 我们今天真的有带一个 鲜悲悔改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吗 我们今天有没有 将我们的罪 带来到神的面前 恳求他的原谅 还是依然我们觉得 我真正我没有罪 我是一个清白的人 我是一个干净的人 我没有罪 我们不要忘记 信仰跟社会上的 这个法律是不一样的 信仰要求的 比社会的律法还要更高 十届的第一条是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有没有人可以大声的回答我 没有 那总好麻烦一下 我们以后十届也要放在 我们的信仰告白里面 因为十届第一届居然没有人回答 十届第一届是什么 除了我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上帝耶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除了神以外 有没有其他上帝 有吗 钱是不是我们上帝 iPad是不是我们上帝 网路是不是我们上帝 Facebook 可是我们上帝 当你把任何东西 看得比上帝还要大的时候 他就是你的上帝 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 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准则 跟一般社会的准则是不一样的 当你把神放在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的时候 神就把你放在第二位 第三位跟第四位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上帝 这是我们坚定的第一个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飞起来 我们每天是不是都有来到神的面前 在那边认罪 主啊 你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得罪了我的朋友 请你赦免我 请你赦免我 你要进天国的第一个要件是什么 不是免我们的债 免我们的债 下一句是什么 如同我们免得别人的债 如果我们没有免得别人的债 神怎么会这样 赦免我们呢 我们跟我们同事之间 跟我们朋友之间 跟我们同学之间 难道没有奔草吗 没有吵闹吗 没有吵闹吗 有吧 我们有没有原谅他 如果我们没有原谅他的时候 神怎么原谅我们 耶稣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怎么 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 上帝都知道我们的话 那这样子来到我们 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带了怎么样的心 怎么样的面具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如同那个什么 诗篇的第一章第一节一样 我日夜讲的是什么 神的话语 我是不是这样子 恳求神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指挥 这个妇人她认识耶稣以后 她就对他讲 先生我看出你是坚持 你是坚持 有没有看到她又怎样 更进一步的进化了 打电动的时候要进化 你看看这个妇人 她没有打电动 可是她依然进化了 她原本叫耶稣什么 你 刚才我们做了什么 先生 现在她怎么称呼耶稣 先知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有认识耶稣吗 我们认识她多少 我们认识她多少 现在有PPT的很方便 所以我们的圣经都放哪里 包含牧师也要忏悔一下 为什么 初来讲到 戴圣经很重 我就戴iPad 不然呢 就是我的智慧 请手机 一面滑一滑 这个要忏悔一下 我们的圣经放在哪里 放在车子 放在哪里 枕头旁边 为什么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翻一番圣经 很好睡 是不是 我也会有 就是这样的 打电话给我 牧师 晚上我失眠 睡不着怎么办 不然这样子 好了 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好不好 读两句而已 就 我们是不是把圣经 当作什么 催眠曲 是不是把圣经 放在车子里面 怎样 有空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看 翻一翻 我们把神的话 放在哪里 我们到底认识耶稣多少 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一样 今天大家拿着宗宋师 在那喊着 和山那和山那 我们是不是也跟人家一样 拿着宗宋师 在那喊着 和山那和山那 那为什么我要喊和山那 我们到底认识耶稣有多少 当这个妇人对耶稣说 我们的祖宗 在这个山上礼拜 你们导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人 敬拜的地方 是在基利清山 而犹太人 敬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因为双方没有往来 所以他不会到耶路撒冷 去敬拜上帝 所以当撒玛利亚人 不能来问耶稣的时候 然后耶稣将这个答案 分成三个部分 他说什么 第一个 无论是在耶路撒冷 或是在基利清山 敬拜上帝 这些都要废去 然后耶稣说什么 救恩是从犹太人来 不是从撒玛利亚人来 最后耶稣他解释 敬拜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因为父要的人这样敬拜他 那这样子来看 牧师想要问一个问题了 当我们坐在礼拜堂的时候 我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态 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有准备好我们的心 来敬拜上帝吗 我们有为了今天我要来做礼拜 向神祷告吗 我有用我的心灵 用我的神识来面对上帝呢 有没有 是不是 我依然戴着面具来到神的面前 我依然戴着面具 不愿意敞开我的心 让神的手来触摸我 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只是我人道而已 可是我的心有没有在这里 我是不是还在想着台北的事情 我是不是还在想着说 我待会儿说我要吃什么 我是不是在想着说 我下午还有什么行程 我的心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停留在说 神啊 恳求你触摸我 神啊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你进来到我的心里面 我们是不是还在停留在 任何立法院的时代 立法院已经结束了 我们是不是停留在中正一分局 我们是不是停留在他 我们是不是有用我们的心灵 和诚实来敬拜神 和哈尔摸着我们的心 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妇人对耶稣所说的 她可以理解多少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不过从她对耶稣的话里面 这个妇人她有所改变 她也知道说有一些 关于弥赛亚的气息 所以她就问 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 她来了 必须将一切的事 给我告诉我 弥赛亚要来 一切的事情都清楚了 妇人开始这样 怀疑这个人到底是谁 所以她这样 她对耶稣开始表白她的信仰 透过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把握这个机会 就对她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 耶稣当下就是跟她讲 我就是弥赛亚 我就是弥赛亚 这个妇人有没有怀疑 没有嘛 因为经文章文没跟我讲说 妇人怀疑 说你是不是弥赛亚 所以有没有这样一句话 她有没有要求说 耶稣啊 你做一个神机给我看 你证明说你就是弥赛亚 没有 这个妇人怎样 马上去将她这个听到的消息 告诉了她的亲朋好友 告诉了她的左右邻居 请问大家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有见证我们是基督徒吗 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让人看到基督的模样吗 什么叫做基督徒 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真的是基督的门徒吗 我们真的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高好许耶稣的门徒吗 还是我们在日常当中 还是一样用我来做主 用我来怎样 来掌控一切 在别人的面前 我们真的有那个基督的清香氛围吗 当我们跟别人 跟别人家讲 信耶稣真好 信耶稣真好 他改变我的生命 当我跟别人这样子讲的时候 别人怎么回答我们 哪有 你还不跟我们一样 对不对 吃喝喝喝喝 不是每一样都来吗 你哪有跟我们不一样 特别我们有一个长老很好玩 他开车的时候 我发觉到说他开辅音车 跟他轿车是不一样的 开辅音车的时候就怎样 暗户就班 红灯来了就停 你绝对不会闪黄灯 而且按照时数 60就是60 高速公路1192 标准的模范价值 但是开了轿车以后 那不一样 黄灯耶 没关系啦 还没红灯以前 照将军都不会照 高速公路1192 我们的法律规矩是什么 那个照将军有上价10% 所以我可以看到120 我说你车上后面有一条鱼耶 没有关系 那只是一个记号而已 别人看看就好了 别人也不想 那条鱼是什么 对不对 牧师你还不是一样 你穿了一针黑路 一针黑路路 这边一个白的而已 你出去的时候 你跟人家讲说 你牧师的时候 谁认识你 谁知道你怎么叫牧师 不是吗 真的耶 我这回去立法院 在立法院里面睡了三天 我穿着牧师服进去睡了三天 每一个人看到 我就问我 你请问你是 我说我是牧师 牧师是做什么 不要以为牧师很大 不要以为上导很大 那只有我在我们教会见里面 知道而已 出去的时候 穿着这一身黑色衣服 人家也做你这黑大本 不是吗 我们有没有让人家感觉到说 你跟人家不一样 有一本故事说 教授你很特别 你有没有让人家觉得 你很特别 你跟我不一样 你跟我哪里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这样 因为你怎样 你是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也让人家感觉到说 因为我这基督徒 感到怎样 不一样 当这个妇人 她听到了以后 她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 她马上去做见证 我们正经后来告诉我们 很多人因为她所说的怎样 相信了主耶稣 很多人因为她所说的话 相信了主耶稣 主用水来改变了这个妇人 同样的主要用这个水来改变我们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有谁没有起历 我们当中有起历过的人 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起历的那一刻 神就施加了新的生命 新的人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是一个清造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有活出清造的人的模样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跟神在神的活动里面 享受着祂的喜乐 是不是因为我们其实的时间 越来越久了 我们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那个起初的爱 再来这个礼拜是受难周 我们周报也有写 请不要这样吃喝玩乐太过 夸张 对不对 我们要服食 然后后来我们要安静心 来同享神的受苦 但是我们真的是有办法吗 我们真的有办法吗 耶稣说我们是什么 是光是炎 看好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我们是光是炎 我们不是要去做光做炎 你本来就是光本来就是炎了 你光就是要有光的本分 就是要去照亮别人 泡过你的行为 去让别人知道说耶稣来了 你就是光 结果我们现在变成什么 你要做光 为什么我要做光 你原本就是光了 你本来就是要光照别人的 你本来就是在这个社会中 要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想法 别人怎么说 我们是不是跟人家怎么说 别人怎么看 我们是不是怎么看 我们有没有神的智慧 在我们当中 面对了社会的血液 我们怎么看 基督徒怎么看 神怎么看 面对了社会的忠诚一分群 神怎么看 我们怎么看 我们有没有跳过人的思维 我们有没有真的安静心来祷告 神啊 如果是你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们当我们面对到很多事情 面对到举多的灾难跟挑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我要怎么做 谁能帮我 我们是不是很少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第一撒那就是 神啊 我们都知道那句话 哪句话 人的尽头就是什么 神的开始 我们很喜欢这句话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通常到了尽头以后 才会讲到这句话 神啊赶快来救我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尽头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思维 人的开始 也就是上帝的开始 人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所有的一切 我今天要做的任何事情 神啊 请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行 遵照你的实义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心 这个妇人去传讲耶稣 把她所有的恶 所有的罪都告诉了别人 我们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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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吗 我以前是怎么样子的人 但是神光照我以后 神改变我以后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人 是不是透过我的见证 让人家也感受到神的爱 神的福在 不然今天是中处之节 当人们拿着和善纳 和善纳 拿着中处之 我们是不是也跟人喊着和善纳 和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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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耶 我们真的有去传扬她的福音吗 保罗说 我若没有传福音 我就有罪 我有传福音吗 我们人亲自问 我要怎么传福音 很多人会问 牧师 我没有像你这么好的口才眼 我没有赠过神学院 哦 那个圣经 我也不会 不会背经文 我怎么样传福音 你的行为 就是传福音最好的见证 你的行为 就是传福音最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作为 还跟一般人都一样的时候 别人去抗议 我也去抗议 我抗议什么 不知道 那你干嘛要抗议 人家押忧对白的 你亲自押同样 押忧对白 拜扫 不知道 我们要了这个思维 我们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 耶稣说 你是光 你是眼 光要有光的本分 眼要有眼的本分 若失去了 你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祢 也肯求祢给我们智慧 当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 我们可以尊主祢做的大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在任何的事情上面 主 我们都可以荣耀祢 主 你说 我们是光 我们是眼 这是我们的本分 主 我们有没有尽好本分 来敬拜祢 来跟随祢 来荣耀祢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祢的面前 成为好又尽忠的仆人 主啊 勘求祢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真正的智慧 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文求 阿们 阿们